近日,紐約市長Eric Adams受到五項聯邦指控 涉及接受非法競選捐款和其他相關不當行為 據星期四公布的起訴書顯示 Adams被控尋求並接受非法競選捐款 通過這種方式,真正的捐款者通過名義捐贈者轉移資金 以後者虛假聲明這些資金為自己捐出 這些行為令Adams在2021年市長競選中 獲得超過1000萬元的公共資金 Adams面臨的指控包括一項電信詐騙罪、一項陰謀罪 兩項收取外國人非法捐款的罪名和一項賄賂罪 如果這些罪名成立,Adams將面臨長時間監禁 Adams是紐約市首位在任期間面臨指控的市長 案件背景涉及Adams與外國商人和土耳其官員的關係 可追蹤到他擔任Brooklyn區區長以及競選市長和任職期間 據悉,聯邦特工已於星期四上午 沒收了Adams的手機,已作為調查的一部分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